好 各位好 我们小星 那么自从年初小米10 Pro发布以后呢 这台本来要冲击高端市场的旗舰机 在今年这个市场的情况下 表现的又是越来越有性价比 在其他厂商陆续都推出新的超大杯玩法以后呢 我们等了几个月 这个小米10的超大杯呢 总算也是来了 那么正好呢也赶上小米的这个10周年 所以呢给这台手机起的名字呢 就叫小米10至尊纪念版 也叫小米10 Ultra 那么名字呢还是非常霸气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快速的上车体验一下 那么这次小米10至尊纪念版呢 总共有三个配色 陶瓷黑 亮影版和透明版 那么设计理念呢来自于小米10年间的经典设计 也就是最经典的陶瓷黑配色 小米6上面的亮影探索版 还有这个小米8上面的透明探索版 那我这台呢是透明版 和之前建造的透明版呢应该是类似啊 玻璃盖板底线呢应该就是对应的元器件的位置 那么从外观上来看呢 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正面 和之前的小米10 Pro呢 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双曲面的屏幕 以及左双角的打孔的这个设计 那么里面呢放了一颗2000万像度的前置自拍的镜头 那么翻到背面呢 我们才能看到这一次最大的区别之一啊 就是这个显眼的这个摄像头的模组了 从上到下 一次是5倍的光学变焦的前望式镜头 以及2倍的人像镜头 还有呢4800万像素的主摄和等效12毫米的超广角镜头 那么除了主摄和前望式长焦之外呢 别的镜头的传感器呢 都是和小米10保持了一样的配置 不过呢在硬件一样的情况下呢 超广角的使用节呢则有一点点的区别 那么小米10pro的超广角的镜头 等效的焦距为14毫米 而小米10制增镜件版的超广角镜头呢 则来到了12毫米的等效焦距 这就意味着能够拍到的视野呢 这个范围就会更广了一圈 通过样张来看呢 会更加明显一些 当然了这样也是有好有坏的 好处就是可以拍到更加震撼的自然风光 或者说建筑的摄影 那么坏处就是呢 即便是打开了这个机变修正呢 也很难修复边缘 尤其是这个四个角落的建筑的这个线条 看起来呢 还是有这个不小的这个机变的效果的 而且呢 再加上小米10超大V的这个摄像头的广角呢 是放在整个镜头模组的最下面 在单手握持使用的时候呢 拍数项的照片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拍到自己的这个食指 所以在拍摄超广角照片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握持的姿势 或者呢 干脆直接使用横屏来拍摄 对于风景照片来说呢 横屏拍摄会更加震撼一些 那么另外这个两倍的人像镜头 和前置的自拍镜头的表现呢 没有太大的差异 表现非常正常 我们就重点来看看这两颗不一样的镜头 那么首先呢 是这颗全新的4800万像素的主摄 采用的是豪威科技的OV48C 那么这颗三色的传感器面积呢 达到了1.32英寸 是目前啊 手机镜头里面最大的底之一了 相比于之前的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会出现更加真实的 自然景深的虚化效果 那么在自动摩持下 这颗传感器呢会把照片 从4800万像素 四合一到1200万像素 合成之后的这个单向的面积呢 达到了2.4mm 也是处于目前手机镜头传感器当中的 第一梯队 那么这么大的单向素面积 能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呢 就是增大的进光量 可以让手机在夜晚 或者说暗光的环境下呢 获得更大的这个画面的纯净度 来准确的还原大量的暗部细节 所以啊 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这次在夜晚的拍摄效果的 也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但是呢 相比于小米10那颗1亿像素的镜头啊 就算是在四合一像素之后呢 也有2700万像素 那么这颗欧杯48C在拍摄出来的1200万像素 在数字上面来看呢 确实有点比不过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两者的解析力 宽容度以及色彩还原 到底谁会更好一点呢 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 那么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 小米10Pro这个2700万像素的解析力呢 自然要更好一些 不过呢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解析力 要更胜一筹的情况 而且呢 在动态范围和高光控制上面呢 小米10智能竞见版可以说是完胜的 很多本来应该是过曝的地方呢 都给压回来了 那么小米10Pro呢 这边在该过曝的地方呢 还是过曝的状态 那么来到了晚上 和白天一样呢 偶尔也是有这个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解析力 表现更好的这个情况呢 甚至有一些情况呢 在同一张照片 有不同的位置 也能体现出来两者完全不同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这个栅栏表现呢 似乎是小米10Pro的解析力更好一点 但是呢 在背景的这个刺上面呢 就模糊的不像样了 不过呢 夜晚的场景呢 就来了大底的这个主场了 在高光控制和暗部还原上呢 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整体来说 都要好上不少 那么两者之间呢 几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差距 而且在白平衡上的表现呢 也是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 要更好一些 对于灯光的颜色还原呢 会更加准确一些 那么打开夜景模式之后呢 两边的表现呢 都同时上了一个台阶 在灯光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里啊 小米10智能竞见版的表现呢 也是属于非常不错的水平 那么有点惊喜的就是 这次小米10智能竞见版呢 在广角的镜头上面呢 也是加入了超级夜景的模式 这是之前小米旗舰机啊 一直缺失的一个配置啊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升级这个固件 来给小米10Pro呢 也加入一个超广角的夜景模式的一个功能 这样来看呢 在夜晚拍摄照片的时候呢 就能拍出更加震撼的超广角的照片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颗潜望式长焦镜头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颗镜头的传感器呢 是MX586 它在去年还是各大旗舰机的主摄选 那么今年我们在OPPO和一家那里呢 也看到当做超广角的MX586 没想到在小米10智能竞见版上 它被放在了潜望长焦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 它保留了4800万像素的原始像素 并且呢还可以四合一到1200万像素 所以呢 这次长焦拍摄的成片效果来看呢 自然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小米10 Pro和智能竞见版呢 在原生5倍长焦的对比的情况 两者的曝光呢和白平衡呢几乎是一样的 调色风格也差不多 毕竟呢是同样一套算法 在细节和解析力上面的表现呢 小米10智能竞见版要优势呢更大一些 并且呢在宽容度上呢 也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领先 毕竟呢有这么大的硬件优势摆在这 如果效果没有明显的提升的话呢 那肯定也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呢可惜的是 两台手机在这样用5倍或者说更远 长焦拍摄的时候呢 并没有办法开启这个超级夜景模式 而且呢这颗镜头由于这个自身的光圈呢比较小 再加上光路变长的影响呢 在拍摄的时候呢 对于光线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尽量还是在选择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在开启5倍或者说更高的这个倍数的这个变焦 那么用MX586另外一个好处呢就在于 这颗传感器呢可以生成最高8K24帧的录像 和主摄的这个OV48C搭配来使用呢 就组成了一套双8K的视频录制系统 那么这样对于喜欢拍视频的用户来说呢 算是一个惊喜了 那么另外这颗主摄呢还支持4K30帧的log模式拍摄 对于追求素材质量的用户来说呢 可以给后期留下更高的这个调色的空间 不过呢这个目前官方还没有提供标准的这个还原的LUT 还需要你手动的来调色 不建议新手用户呢使用这个模式 不然你肯定会一脸的问候 为什么拍摄的画面都是灰灰的样子 好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拍摄体验 小米10智能纪念版在进行HDR合成和超级夜景堆叠的时候呢 快门按键的转圈的等待时间呢 明显比小米10Pro要快了不少 而在焦段切换上面呢 小米10智能纪念版呢保留了0.5倍 1倍和5倍的这个按钮 如果说在自动模式下 想要选择两倍这个更加常用的镜头来说 需要长按住才可以选择 说话有点繁琐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两倍镜来拍摄的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强烈建议以后加入这个两倍镜的快速切换的按键 另外这颗强望着镜头呢 最高也可以支持120倍的变焦拍摄 在这样用到15倍以上的标段时呢 这个取景画面左上角呢就会出现一个定位框 方便你来看到目前取景的范围 算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小功能吧 另外相机部分呢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功能 比如说夜景魔法换天 那么更换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这个两颗摄像头同时多开的一个拍摄模式 以及新加入的这个超级月亮模式 都是很有意思的小功能 那么介于时间有限呢 今天我们就不全部展开说了 各位可以在发布以后呢 去小米的门店来亲自体验一下 好了相机部分呢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来看看这次小米10智能界见版 另外一个重大的升级充电 那么这次配备了120瓦的有线充电 再加50瓦的无线充电 不谦虚的讲呢 这就是目前已经发布的手机里 在充电这个项目上配置最高的手机了 那么实际上来 有线充电的功率呢 最高可以达到105瓦左右 但是呢只能坚持30秒左右 那么这个也属于正常的 肯定不会全程让你100多瓦的功率 直接充电 那么实测呢 5分钟可以充电37% 没错 5分钟充电37% 10分钟呢可以充到59% 充满这块4500mAh的电池呢 总共只需要23分钟 没错 只需要23分钟 这个成绩呢 真的是相当不错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 在充电的时候呢 这个手机的温度呢 稍微有一点高 大概是40度左右啊 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工程固件的问题 不过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在边充电 边玩大型游戏的 毕竟呢 总共才需要20多分钟就能从零充到满 用这点时间来休息一下眼睛 或者是休息一下手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吧 那无线充电的情况呢 也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整个充电的过程呢 这个线上功率最高呢 有48瓦左右 从零开始 5分钟能充17% 10分钟呢能充30% 半个小时能充73% 总共需要42分钟就能完全充满 敢问一下 你现在手里的手机充电功率是多少 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 你看看你的是多少 是不是很羡慕 有这种无线充电的效率的 谁还说无线充电不实用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次小米还发布了两个 关于充电相关的配件 一个呢是20瓦可追踪的 无线充电板 和100瓦的车载充电器 那么这个无线充电板呢 也是有点意思的 只需要把手机呢 放在板子上 无线充电底子呢 就会自动来找到充电 这个设备的线圈就开始充电 而且呢 这个充电板的面积比较大 可以同时放多个设备 那么一个充满以后呢 就会自动去充下一个设备 而且它是自动转换的 这样一来呢 就算是日常携带两个手机 再加一副无线耳机的情况下呢 只需要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所有的设备都放在板子上 那么第二天早上呢 肯定也都能够充满 那么这个100瓦的车载充电器呢 就更加暴力 应该是目前功率最高的 车载充电器了吧 那么前段时间 还有人说这个车载的快充 没有什么用是吧 看看这个 这才叫充电 那么关于这个100瓦的车载充电器呢 后续我会多体验一段时间 再来跟大家详细分享 那么小米10智能经验 把硬件上呢 还有一个小升级 就是这块依然是6.67英寸的 1080P屏幕 刷新率呢 从原来的90赫兹提升到了120赫兹 补及了大家对于高刷的这个呼声 不过呢 没有提升这个分辨率呢 也是有一点点遗憾的 在实际测试之后呢 这块屏幕的素质也是相当不错的 手动最大亮度呢 是488尼特左右 全局激发亮度呢 最高可以达到780尼特以上 那么在原色模式下呢 黄色的DT-E呢 可以达到0.2以内啊 那么符合官方宣称的 DT-E小于1的这个指标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 平均的DT-E在1.68以内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屏幕素质 那么这块屏幕呢 像素排列方式呢 有点类似于早期的三星的钻石排列 只不过这个红蓝的像素呢 不是正方形的 而是星形 那么显示竖像线条的效果呢 和三星钻石排列呢 差不多只有这个横向线条显示的时候 才会有一点点理论上的这个差距 不过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影响 可以放心的使用 那么系统方面呢 还是米QS12 配合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呢 流畅度自然是非常高的 那么系统功能呢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有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这次小美食之灯金键版呢 有一个独享的土星环的这个超级壁纸 大家印象中的土星呢 都是这个黄褐色对吧 然而这一套壁纸呢 这个主要颜色呢 是偏绿的 有点颠覆我们对于土星的认知啊 但是确实啊 这个壁纸还是挺好看的 另外在游戏空间里呢 还可以针对每个游戏 单独设置不同的GPU调度策略 这样的话呢 就会强行让一些大型游戏呢 来吃满资源 来保证稳定的这个游戏表现 不过呢 这样的话呢 发热和这个续航呢 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你一定要这么使用的话呢 可以套上这个散热背夹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总的来说呢 小米10智能金键版呢 这次在拍照和充电上的大幅升级 还有在屏幕上补足了 之前没有高刷的这个短板 并且呢 整体的素质也还不错 我们再加上 祖传的这个红外双摆器 和全功能的NFC 还有调价不错的这个横向先行马达 以及米约12 再配合上小米一系列的这个周边配件 可以说 这是一台全方位的这个旗舰机了 那么除了屏幕分别率 依然是1080P之外呢 几乎找不出其他任何的转板了 这也算是小米给自己 10周年一个满意的胶带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小米10智能金键版呢 快速的上手体验了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互动 那么这是对于内容制作的来说呢 最大的支持了 那么关于小米10的这个超大杯呢 各页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或者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 或者说弹幕上呢 留言分享 更多的内容呢 也欢迎各位关注我其他的平台账号 感谢各位 我是小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